如今,与托雷斯一样,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未雨绸缪,除了囤积日常所需的食物和生活用品,他们开始考虑拥有一个能承受住飓风、山火、龙卷风等灾害天气侵袭的住所。 能承受10英里外5000万多级的核爆炸,时速450英里的大风,比是时级大地震,长,达10天677摄氏度的地表大火,三周洪水侵袭的地暴,无疑成为了他们的最优之选。 近日,红星新闻对全球最大的地下社群开发商Vivos创始人罗伯特·维奇诺进行专访,了解地暴经济,是如何渐渐从精英富豪圈,进入美国主流社会。 Vivos创始人罗伯特·维奇诺图居官网,现实版流浪地球地下城,由军事地堡改造,托雷斯支付了2.5万美元,约和人民币16.8万元首付,成为第一批永久入住Vivos Point大型地下社群的居民,搬进了一间200平方米的地堡,相比无法抵挡来自饮食壮鸡的普通房子。 这里简直就跟钢铁一样坚固。 托雷斯说,Vivos Point地下社群位于南达科他州黑山附近,一共有575个地堡,可容纳多达5000人。 是目前地球上最大的地下社群。 这里曾是一处美国陆军用于储备弹药的基地。 如今被改造成了拥有学校、医疗诊所、剧场、花园、健身房和水疗中心的地下社群。 俨然一个现实版流浪地球中的地下城。 Vivos地下社群的公共休息仕途,GCNET。 每个地堡的内部装修,都有业主个性化定制。 花费在2.5万美元,约和16.8万元人民币,到20万美元,约和134万元人民币不等。 托雷斯购买的是全家人专属的地堡。 有四间卧室、厨房和一间小型影院。 还有一个小花园,可以种菜、钓鱼。 罗伯特告诉红青新闻。 2008年自己建立了Vivos。 在过去的10年中,Vivos在美国陆续建造了三个大型地堡小区。 在全球各地,已经建成了数百个地堡。 目前可以容纳一万多人。 这些地堡全部位于地下深处。 是完全独立的增合体。 在自然或人为灾害来临时。 能应对任何潜在威胁。 Vivos地下社群的厨房图GCNET。 从此即转换。 超级火山喷发。 地震、海啸、小行星、撞击到河暴、恐怖袭击、山化灾害。 我们设计的地下城,几乎可以抵御或减轻一切威胁。 他说道。 而这其中大部分地下城, 都是由各国政府修建的军用地堡改造而来。 罗伯特对红青新闻说。 Vivos会收购各国现有的地堡。 这些地堡全部由混凝土和钢铁制成。 是由各国政府建造的。 只要结构仍然完好。 符合我们的条件。 价格合适。 我们都会买下它。 然后,对它进行彻底翻新和装修。 这个过程花费成本是收购地堡的许多倍。 比如, Talvivos所在的地堡是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为保护电话设施, 免遭攻击于1965年建造的。 欧罗巴一号是德国军火库改建。 它们的共性是坚不可摧。 当然,还有一些为家庭和数百人团体重新建造的小型地下沿体。 欧罗巴一号的公共泳池图, 据福布斯杂志。 什么样的地堡, 才符合建造地下城的条件? 我们对地下城社群的考量标准, 包括地理位置, 靠近主要城市地区, 据水域的距离, 海拔, 气候, 交通, 资源, 安全, 隐私, 结构条件, 土地面积等众多因素。 我的底线是, 地堡的内外部, 必须绝对安全。 罗伯特回答道, 比如XPOINT就位于北美大陆最安全的地区之一, 地处中心, 附近有大型水域, 距离美国所有地方, 都不会超过24小时车程。 位于南达科他州黑山附近, VIVOS POINT是目前地球上最大的地下社群, 图距VIVOS官网, 普通人买得起, 申请者需开放, 冷静, 宽容。 据罗伯特介绍, 自己所打造的每个地堡都有不同。 比如德国的欧罗巴一号是专门为高阶客户打造的豪华社群, 这个地下城, 只有34套毛坯房, 每套面积约232平方米, 可加盖一倍的面积。 为了迎合精英富豪的需求, 社群配备了有机水耕栽培, 农业生产系统, 酒吧, 游泳池, 水疗中心, 数字天气站和室内设计区等豪华设施。 甚至还有一个有轨电车系统, 覆盖整个地下城, 可以将居民送往餐馆、 剧院、 咖啡店、 游泳池等任何地方。 而Vivos美国的XBO Ante, Terra则是面向普通客户的大型地下社群, 已首付2.5万至20万美元, 每年1000美元租金, 交满99年的刑事出售。 如果这个价格也觉得贵, 罗伯特还推出了一种共享地宝的出租服务, 只需要7500美金, 就能终身与23位室友, 共享一间的宝。 XPOI, NP7500美金的上下铺房间图, 具Vivos官网, 我的目标是, 在全球范围内, 建造尽可能多的地宝, 让地球上每100万人中, 就有一人居住在地下城。 因此, 我希望提供的是普通人能买得起的地宝, 而不是精英的宝。 罗伯特告诉红星新闻, 如今在全球, 出售家庭避难所的公司, 并不在少数, 但像Vivos这样修建大型地下社群的却须只可数。 罗伯特解释道, 自家住所的小型避难屋, 可以解决一时之需。 但前提是, 你提前注意到了灾难的来临, 但如果在毫无警觉的情况呢, 人们甚至来不及躲进避难屋, 而Vivos这样的大型地下社群, 可以满足成员长期生活的需求。 在灾难来临前, 也会有某种形式的预先通知, 让不在此居住的业主保持警惕, 并遵守之势, 随时准备在必要时, 撤离到地堡中。 然而, 并不是给钱就能成功入住Vivos地下城。 对罗伯特而言, 建造一个功能平衡且完善的生存社群, 才是最终目标。 你不会希望发现, 社群有200个医生, 却没有一个水管工。 他说道, 如果厕所坏了, 那真不堪设想。 面对成千上万的申请档案, 他需要挨个仔细审查。 我们需要思想开放, 头脑冷静, 对他人宽容, 同时愿意用自己的技能去帮助别人的人。 我们总共拒绝了近30%的申请者。 多样化的技能固然重要。 但要成为Vivos的一员。 宽容的心态和相互支援的态度, 是最基本的要求。 天灾频率加大。 地宝需求量持续走高。 罗伯特对红星新闻介绍道, Vivos开发的多处地宝已经受庆。 新的地下城正在加紧建设中。 很快公司将推出一个300万平方英时的地下社群。 可容纳多达1万人同时居住。 Vivos已经成为主流。 普通民众意识道, 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受险形式。 他说道, 南伊利诺大学人类学家查德赫德尔斯顿, 对此表示了认同。 他在接受澳大利亚ABC新闻时表示, 地宝经济不再是小众市场, 而是已经入了主流社会。 据CNN新闻报道, 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另一家地宝销售公司Risings称, 2016-2017年, 公司的地宝销量同比增长了700%。 查德表示, 越来越多人购买地宝意味住。 如今的美国中产阶级, 也展开了应对灾难的准备工作。 这群人多半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 有助收入可观的体面工作。 他们购买地宝是希望灾难来临时, 也能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与标准。 灾难结束后, 自己与家人能够毫发无伤地从地宝走出来。 查德补充道, 美国人对地宝的需求量走高, 要追溯到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时。 在目睹卡特琳娜席卷留下的买木窗以后, 人们开始有了灾难危机感。 而在随后的十年间, 随住气候变迁, 天灾发生的频率更为频繁。 大家更加明白基础建设及房屋的脆弱, 决定开始找寻能与灾难抗衡的住所。 原标题 现实版流浪地球 定居地下城抵御灾害 地宝经济带美兴起 则编 刘翔 汪孟唐 中文字幕志愿